Hello!大家好,小编今天给大家盘点几位曾经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这八位明星,我猜你只认识林青霞,若你认识三位以上,你就老了。 林青霞作为台湾有名的美女,现在的她在娱乐圈里仍有着很高的地位。 她的从影生涯纵冠70至90年代,风格横跨文艺和武侠,拍了上百部电影,是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梦中情人。 这位认识吗?她叫狄龙,不要小看她,比成龙有名得多。 她曾经和李小龙、梁小龙、成龙,并称位四小龙,在中国家律户晓。 她一生拍摄了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,例如《刺马》、《楚刘香》、《少林英雄》等,都得到了很不错的反响,而真正把她捧上隐蔽的还是与周润发合作的《英雄本色》。 吴玛,本名冯洪源,一生拍了很多经典的电影,更是演绎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。 此后更是获得了很多明星大腕为其台观。 陈百强,外表清秀斯文,有些内向。 但是她很有才华、作曲、填词、弹钢琴,但电子琴样样精通。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偶像歌手,很受歌迷们追捧。 八十三年凭借《经销多珍重》,获得香港十大竞歌金曲奖以及AGB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,同年她演唱的歌曲《偏偏喜欢你》,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。 要说上世纪九零年代,在香港歌坛能够立抗似大天王的人,也唯有忘节了。 忘节出道这么多年发过很多很多歌曲,而且当时她的热度也非常高,她的歌大部分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和感悟,因此能真正懂她歌曲的人一定是感情经历非常丰富的人。 但不幸的是,在事业巅峰时期,王杰却因遭人极恨被吓读毁了嗓子。 沈文俊,1983年7月23日出生于江苏延城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中国内地男演员。 2006年出道,代表作品有《不是冤家不恋爱》、《七月雨河》等。 擅长扮演都市剧,年代剧中的型男,暖男形象的角色。 甘婷婷,安徽省吾湖世人。 中国内地女演员,2005年参演古装历史剧,朱元璋,饰演育儿正式出道。 甘婷婷自出道来,可谓是新途畅通,她外形性感又不失甜美,心水虎传,中的潘金莲一角更是让她一跃成为了新的宅男女神。 刘敏涛,作为演技派的代表之一,她留下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,曾经上过《演员的诞生》,足以证明她的演技,随后出演的《狼牙榜》、《卫妆者》等深受观众的好评。